You know what I think I think That you are dope Like really dope Yeah Hello 朋友们 好久好久都没有跟你们路过 共分享了 今天的这期视频呢 我为大家准备了一些秋冬的包包服饰 还有一些好用好玩的东西 那我们就先从服饰类的来开始分享吧 我今天世上穿的这一件麻花针织开衫 也是我最近刚刚收到不久的 是在韩代买的 它的颜色配色我非常的喜欢 是一个巧克力棕色搭配绿色的这个标志 它的版型是属于有一点点修身的感觉 像现在这个天气的话 就可以单穿出去或者里面加一件T恤 就把那个扣子解开 可以当外套穿 到了秋冬它又可以作为一个内大 也比较保暖嘛 衣服本身的厚度呢还是很OK 只不过它的材质呢还是稍微没有那么的轻敷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里面可以套一个打底 在搭配的选择上面呢我会用它搭配一些A字裙或者是比较休闲的直筒裤都是还蛮好看的 下面呢要分享一件我最近买到的非常满意的一件黑色的背心 价格是170块钱嘛 不过拿到手确实我觉得还算是蛮值的 因为它的厚度首先就不是那种很透的很薄的料子 就洗洗就变得非常皱巴巴的感觉 是很轻肤的这种棉的材质 然后穿上过后呢 也是很有那种立体感吧 它是这种挖肩的设计 就会感觉你的这个脖子还有你的手臂就陆肤面积刚刚好 最近我有在小红书po一些穿搭嘛 也有蛮多人问我这件背心的一个链接 所以我就想说今天就把它分享出来 这件毛衣呢是我有在上一个视频当中有开箱到的 它是一个非常好看的燕麦色吧 穿上也是非常的有气质 很温婉的感觉 翻领的设计今年也好像继续在流行 里面大家可以搭一些圆领的那种白T 然后就会有一种叠穿的层次感 再来说一下它的质感 也非常的软弱 有一种被云朵包围的感觉 我就说我棕色的毛衣很多吧 就是今天要分享的第二件毛衣 和上一件比呢 它这里会多一个拉链 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 选择这种比较深色的大地色系的衣服 就是能够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安全感吧 它的面料是含有100%羊毛的 所以穿上身呢也非常的暖和 我买的这件是S码的 继续来分享一件深灰色的毛衣 深灰色也是我秋冬衣柜里的常驻颜色了 那给大家看一下最戳我的设计是它袖口的部分 以及毛衣的下摆部分 就一根浅灰色的线穿插在里边 它的厚度呢摸上去要薄一点 但是也很轻敷 而且我觉得是不容易乞求的那种面料 像这种基本款的毛衣 其实我真的是年年都在买 但是年年又忍不住 又去买新的颜色新的款式 下面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件小湘峰的外套 好像从去年开始小湘峰外套就变得非常的火爆 然后其实之前我是有点担心 我穿上会不会显老 会不会有点hold不住 但是穿上过后我发现还好 甚至现在就有点喜欢这种略微显得成熟一点的衣服 小湘峰外套的话 最重要的就是它穿上深的一个整体的效果 我觉得应该是要呈现那种立体感 看上去整个线条要很干脆利落 给大家PO一张那天我朋友拍的背影图 真的是有被惊喜到 包括它本身的配色也是非常的经典耐看 很能经受住时间的洗礼 这件白色的Lululemon运动内衣呢 是我买了一段时间 但是好像就只穿了一两次吧 它们家面料就是非常舒服 也很有弹力的那种 下半身搭配任何颜色的瑜伽裤都是很好看的 它的长度的话是属于中等偏长的那种款式 所以平时出门运动的话 搭配一个稍微高腰一点的运动短裤或者是长裤 也会显得没有那么的不日常 分享一下我常背的两款包包吧 第一款就是这个 是我今年好像是在夏天的时候收到的 它的版型其实是有一点像水桶包 但是呢又没有水桶包的那种比较硬挺的感觉 它是比较慵懒感更多一点的 像这里的皮也是非常软就是形状会更随意一点吧 包包本身的自重比较轻里面可以装蛮多东西的 开口这里是有一个扣子 它的背法可以单肩也可以手提 我平时是更加习惯直接就这样单肩背 像秋冬配一些大衣就会很有气质 下面就要来分享我最近新购入到的绝美新键盘啦 它的型号是ZX75 不说别的首先它的颜值就有狠狠的戳到我 它呢是以露营作为主题 绿色的外壳是PC材质的 无论是它的配色还是它的图案 都是卡通又清新的感觉 光是摆在桌面上就已经非常的赏心悦目了 它呢有三种连接模式可以多设备连接 我最常用的就是蓝牙模式 说实话作为第一次使用这类专用键盘的我来说 就用的时候还是蛮有新鲜感的 因为之前从来没有买过这种类似的键盘嘛 首先呢它的按键会比较深 指尖的触感很细腻 就你在打字的过程中 好像就这件事情都变得更加的有仪式感了 当然最有意思的还有我左手边的这个多媒体旋钮 就是当你在播放音乐的时候 可以通过旋转它来调高或者是调低音量 如果你要暂停或者是播放歌曲 直接就这样往下轻轻一按就OK了 最后呢它的续航能力还蛮持久的 无论是外观还是整体的质感 我个人都很满意 我觉得女生用也非常的合适 我最近呢还买了一个黑色的发菇 是这种丝绒材质的 看到很多博主有在秋冬的季节都有佩戴嘛 戴上给大家看一下 但是我觉得吧它会稍微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头有点大的原因 戴上的时候还是会感觉稍微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小紧 总之我还挺喜欢的 也是我为什么一直没有说忍下来要去剪头发 因为我才买它才买不久嘛 如果是短头发带发菇 就总觉得有点怪怪的 接下来呢分享两瓶 一到秋冬我就非常喜欢喷的香水 第一瓶呢是潘海利根的勤酒 这瓶真的算是我最喜欢的香水 可以排名前二 它的味道刚喷在身上就是 就是酒的味道 但是时间越久它就会闻着越温柔 算是一个挺中性的香味吧 会给我一种我在自己的一个安全区里 但它有一个缺点就是流香时间比较短 所以我每次就得喷好几泵 这瓶呢相对来说它的流香时间就会优秀很多 也是我在伦敦的时候买的 当时我和朋友去逛街嘛 试香 没有想到它的香气一下子就俘虏了我 然后贵姐也说这瓶卖得非常好 它的玫瑰香气确实是挺浓郁的 而且挺特别的 不是那种就好像很纯粹的很温柔的很 知性的那种玫瑰香气 而且给人的感觉不是那么的好接近 所以当时我在试完香过后就买了 但是买回来过后呢却没有想到喷它的次数 其实并不多 它的季节特征我觉得还是挺明显的 像春夏我觉得就不太适合 因为它味道会有一点浓烈 但是在秋冬的季节就很棒 所以我最近就又把它拿出来准备宠一宠它 我又买了一瓶新的粉底液 这瓶是一个英国的朋友带回来的 我先前不是买了粉霜嘛 但是我还是觉得它略微有点厚重 每次涂的时候妆感会比较强 但它遮瑕确实要好很多 这瓶就是更加清透更加水润 我涂在脸上妆感也不会很重的感觉 所以我还是觉得它是我目前用过的所有的底妆产品里面的第一名 然后之后用完了我都又不知道要怎么去囤货了 就可能只有找代购了吧 色号呢我选择的是101号 我是黄100嘛 这个颜色就非常的合适 这是我最近在用的卡湿的发膜 因为我头发之前受损还是有点严重嘛 它的效果呢不能说是惊艳 我觉得就普普通通吧 可能比普普通通稍微要好一点 我感觉得到我现在的头发没有以前那么的干枯了 可能也是因为我剪掉了很长一截头发的原因 这两年呢也不打算再去烫啊或者是染啊之类的 先好好的把它养一养 今天要分享的最后一个小东西是手机壳 我已经好久都没有买过手机壳了 现在用的都还是发黄的透明壳 非常清新的绿色上面是泼墨的感觉 背面摸着质感挺好的 本期的视频呢就到这里结束了 希望你们可以喜欢这期的内容 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拜拜